大家好 歡迎收聽到網向快捕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19年8月17號 這裡有我在紐西蘭的伊德台洋 另外也有在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Raymond 走了不要緊 這裡有在澳洲的真BC 大家好 在加拿大加餐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就是台灣的許劉珊 大家好 節目開始之前 剛剛聽給個like 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按YouTube上面的鈴鐺 它有新節目就會通知你的了 大家要壯大中間的聲勢和力量 這一節回來 我們講回暴徒的事情 有些很搞笑的暴徒的事情 一定要看一看 他們的道歉啊 他們只是用英文道歉 他們只是懂英文的 為什麼會用英文道歉這麼搞笑的 是不是target都是這個外國人 也是議員告楊壯 之後暴徒 就道楊協 道楊協 喂不適合數 是種族歧視的 為什麽這幫人 其實他們很想借外國的媒體 就扮成熟悉 其實就是 還有我就這樣看 他們依然抱著一種 叫做 以前台人經常說 以為這個還是一百年前 什麼 英吉利 船堅 船堅 我就向英吉利 或者向這個 亞美利堅 亞美利堅合眾國 但是其實 好像都 暫時的回應都不是那麽多 還有我看到的回應都是 就是我們這裏媒體 這宗新聞 是叫人小心 因為其實呢 就好像看到有不少的部隊 但是他們不一定進入香港的 我們都說明 就好像有不少的部隊 就住在這個深圳的邊境 那些人說那些就不是解放軍 那些是武警 所以就不同的 那些人說 走來走去而已 不用那麼緊張 我認為 很濕碎而已 那你這幫暴徒 在那裡 是不是應該要 走去邊境 又道歉呢 搞著人家 搞著 去偶打人之前 為什麼他們 不站在邊境 向 大陸的朋友道歉呢 只是在機場用英文道歉 或者用微博寫一篇給傅國豪那些會不會好些 我覺得這個是最需要的 他們不是的 他們要告訴西人他們是文明 其實他們到現在都是覺得他們沒有必要和中國人道歉 就是他們口中的不文明的暴政道歉 不不不 他其實骨子裡就是看不起內地人 就是那幫人 現在那幫暴徒 其實這件事情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在香港的地方 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 中國人的地方上面排話 這件事情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他還要持續告訴別人排話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用英文道歉 他其實就不是說自己做錯了 他就是要告訴西人他們是文明的 他們打人也是有理由的 沒錯 是非常可惡的 是很可恥的 其實整個修例風波 到現在骨子裡就是有一條 有一批人始終認為 我們是經過英國殖民地時代統治 所以我是高級過你們內地人 我高級過全世界的華人 這個就是他們的想法 骨子裡 香港人很多骨子裡 你想想陶傑有多少人支持支持他 你就會明白 他那個年代人是十分多的 我講講一些 你看看由醫護律師 這一次幾大骨子裡 教知醫護律師 這三批人都是在英治時代 培植出來的骨子 或者說他們那些核心 就是英治時代出來的人 是啊 是一次大反撲 就是告訴你我們是 身份認同的問題 激發出的恐懼 多於真是為了公義 講出心底最大的那句話 其實他們的骨子裡是這樣 但是我想講一下我自己的骨子裡 就特別看不起這些崇洋未愛的人 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自己是有黃皮膚的黑頭髮 又學中文自小是講廣東話大的 跟著說完那些 五三五四半鹹淡的英文 跟別人說抱歉 搞笑的 你這幫人有沒有腦子啊 那麼蠢啊 他們是完全不了解西方的文化的 其實這幫人 他們自以為自己懂得西方文化 但是其實他們生長 或者怎樣說 生活的環境 根本就不是一個西方 真真正正的西方 真正正的西方環境 其實真真正正的西方環境生活的人 就是我們現在這幫人 起碼有 起碼有超過一半 都是在西方環境生活的 還是叫做找到 不敢說找到一大餐吃 就是叫做可以維持到家庭的生活 但是那幫人 以前我也經常說 那幫人 在西方其實找份工作 都是比較艱難的 洗帶餅他找不到 那可能找到的 他肯做應該可以的 但是他們不會肯做那些工作的 真比事理搞錯了 因為他們其實骨子裡 就是一個充滿了階級仇恨的人 其實他們又不喜歡有錢人 但是也都是很增厭窮的人 其實基本上就是憎人富貴 厭人窮 典型的香港仔 就是香港不好的人 就是所謂的 就是縮骨算爆Lolento 就是這三樣東西 三寶 煎養三寶齊了 這幫人 全部都是 其實到最後就是他根本上 就看不起其他人 那好吧 就好像在葵坊那樣 他們自己的蟑螂 又跑去清潔那個 葵坊地鐵站 又說那些 又辦事 他不是只是辦事 其實他根本就看不起 做清潔那幫工人 清潔那幫工人 還不是專業 然後他們那幫人還出來 應該找專業人士去清潔那個 地鐵站的這樣 清潔工人還不是專業 他們從早到晚都清潔 是不是專業過 可能清潔了十幾二十年的 那專業過 你們那幫蟑螂走去清潔 不過我又這樣看 他們去清潔 那幫蟑螂去清潔 其實他們是偽善的 絕對 打線就不用搞這樣清潔 你們這幫人是引了警察 你選擇在裡面開戰 像林卓廷那樣 射消防喉 開滅火筒 你引了警察進來 你跟著搞到這麽大件事 之後你清潔的 不是有些人還說 嘩 真是很有承擔 你有沒有見過 暴徒會回來清潔現場 他瘋了 他剪了幾條交通燈柱 那些電 搞了交通燈壞了 他有沒有駁回 他有沒有有排的電工去駁回這些電線 沒有的 那些水碼弄得爛了 那些武漢政策都爛了 有沒有去做 沒有的 他們的邏輯等於走出去立法會 打爛了些東西 搞到人家雞毛下去 留一百幾十元走路 沒有的 我都心態 燒了阿婆的紙皮 留二十元 拿了紙皮 不好意思 真必思議 別回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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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都回答 不好意思 其實現在人多 還有 距離比較遠 會有延避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OK 真必思議說 之後再說 OK 那我就覺得 等於很驚訝一句話 我刮了你 跟你說回對峙 行不行 現在他就是這樣 我拆爛了些東西 但是我什麼 我幫你清潔 行不行 對不起行不行 其實就是這樣 之後 另一邊就是假扮 其實我覺得 最令人覺得嘔心的 就是 他說 什麼是專業 專業清潔是什麼 他們的意思我明白 他們就是想說 你是催淚彈 所以你有些 chemical 你應該找些 聚泡的 那些叫什麼 就是清洗的毒 那些 chemical 那些 poisonous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公司來清潔 這樣才叫professional 他的意思是這樣說 其實就是 加上說 加上說 沒什麼 他們 他們說這些東西 就是 還要踩多人兩腳 得了便宜 還賣乖 那些人 這幫人全部都是 就是 那些 劉先生 說劉先生 我這樣看 有些人就說 好像毛孟正 這些人 都不是人 他們說 他們說 對不起 這樣的態度 我們應該也是要接受的 我們民主派都認為 不可以 他們這樣做得好 說對不起就算了 有時候你說對不起 看什麼情況 如果你說我不小心 我撞到你一下 我踩到你一腳 那我告訴你對不起 是OK的 你現在看你是發生了什麼事 你搞出了一個國際醜聞的事情 在香港來說 還有有些是犯了香港的法例的事 你應該去自首 而不是告訴我對不起 我第一次聽到犯了香港法例的人 說他對不起 是會說接受 說接受的人 基本上是視法律如無物的了 那他們是視法律如無物的 因為當有人被抓了 他們第一個反應 就是去圍警署 這件事情 我到現在都沒見過 我在外國生活了幾十年 但是沒見過有這些情況 在香港的時候 我都沒見過這樣 有個人被抓了 然後找一群人去圍警署 這些根本... 結放人 是的 結放人 其實是不是比黑社會更差呢? 我覺得也是 其實我也覺得也是 是不是比愛爾蘭共和軍更差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 不過愛爾蘭共和軍擺明 我們是反政府的 他們其實都是反政府的 不過他們是差一點啦 在暴力成造上是差一點 但是本身上是一樣的 他們一個是民工 一個是武嚇 我是看的 喂 我想說一下 不好意思 你說了 你說了 對不起 但是人家一放煙花 馬上被嚇跑了 在某程度上 其實他們是扮兇人 兇心勞官 現在的事情呢 又發生著 因為呢 又在圍警署了 旺角警署被圍中 又是社長應該 搶手擊光 又不斷被人擊光 那幫黑記呢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香港的這壇事之後呢 那些記者呢 那個%是都很高 其實十個人當中 可能三個到四個都是記者 就是這些是不是真的是記者呢 我真的打過很大的問號 而且從來從來都不會把整件事都說出來的 那現在呢 就是剛剛這個港台呢 就是說 就在對視著 那些警察呢 就拿了盾牌出來啦 那那幫暴徒啊 又在這裡不斷地 設施了 所以再不立法 這些雷射筆再不立法真的不行了 我覺得 雷射筆立法這個其實在外國是有先例的 現在他們那幫人就說這些是不應該禁的 他們是亂說的 觀星也不用那麼大火數 如果你有一千mW的話 其實就是傷人的 唯一的一個解釋就是 你是要用它來做一個武器 因為其實實際上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的 因為如果你做Presentation 我都說過了 你用那麼高火數的 你一放在那個Screen那裡 就會燒到一個空在那裡 其實沒有實際的用途 有些人就說 之前有一個律師叫黃國彤 長毛律師 他就出來說 學生有這些雷射筆都是正常的 學生都是要用文具的 這些都是文具而已 是啊 他真的這麼說 他有十字都很正常 所以不是一個攻擊性武器 他真的這麼說 這個律師 那是有一個預用的採訪律師 就是有什麼法律問題 都經常說大律師 黃國彤這樣說什麼什麼的 是啊 他真的這麼說 你說這些是 懂不懂 有沒有常識的律師呢 我不敢說 真的 就是 免 許留先生說沒有 那許留先生不如你批評一下他 因為我不是很敢得罪律師的 我不是很敢得罪律師的 李律先生說 你台灣安全一點 那你其實要看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我沒聽過學生的文具是會帶這些雷射筆回學 還有這麼大火數 照了自己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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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上課這樣開了出來 會照到什麼呢 你會做到人的 如果你說到 如果文具這麼安全的話 我照一下你了 是不是 我也是挑戰他們 我也是挑戰他們 很簡單的 你說這麼安全 之前有一個女表的人 他也是說很安全的 那些好沒事 你要用這個 藏入攻擊性武器去告他 真是白色空暴 你說那件不是攻擊性武器 好 你就拿著兩支 這個王國彤一起 兩兄弟拿著兩支 互射 互射十二碼 十二碼之外 射一對眼 看十秒你對眼瞎不瞎 好不好 腳板底都過癮 腳板底過癮 腳踏七星 朱元璋 哈哈哈哈 這個過癮 不過又說那幫人的道歉 我看到你之後再去機場 被你影響到那幫人已經走了 大部份都走了 不過現在有件事很奇怪 最後我再說幾句 其實時間差不多了 我做一個總結 其實現在他們輿論戰上還在贏 我跟大家說 他們用英文來道歉 他們在西方的媒體 現在說的一件事就是 那天罵他們示威者的西人 是錯的 他們這幫示威者 做的事才是對的 還有他們現在道歉已經很有禮貌 他們不是暴徒 他們只是示威者 這個就是現在西方傳媒說的事 不是開玩笑的 我在澳洲和新西蘭的報章 都看得到是這樣的 新西蘭的報章 就點名罵那個澳洲人 說他根本上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罵那些學生 那好了 澳洲的報章一樣是這樣 所以輿論戰我們沒有話語權 尤其是我們在西方國家 我們是被打壓的一群 現在那幫暴徒是有西方媒體的支援的 好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再說 好